年轻覆 开启 开始了 你好 现在应该开始了 这里看到有没有声音 不知道有没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的话 大家便告诉我有声音 因為我其實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Hello Tony, 頭香 很快手, 開了10秒後, Tony 馬上就頭香 插了頭香 對了, 串流終於可以了 剛才的串流有些問題 現在有22人 Hello Hello 大家 如果有聲音的話, 說聲有沒有聲音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Hello Leo, Hello Ricky, 大家好 大家今晚都沒得出去吃飯 所以應該很多人在後面 好厲害, 終於有聲音 我們今晚有Eric在做嘉賓 跟大家聊聊天 Hello CK, Hello Kevin Eric 跟大家打聲鼓勵 Hello, 大家好 我們等齊人的時候 又等Eric 又等Eric說一下我們今天喝甚麼酒 我們今天又開一瓶 好像新的酒 今天喝波刀酒 波刀酒 波刀酒 是一個列級裝 二級裝的弟弟 沒有所謂 但這個弟弟 其實也是超班 他之後 2000年 2000年是波刀世紀 漂亮的年份 氣候很好, 收成很好 所以2000年的波刀酒 都是所值不非 這個品牌 以前的弟弟 就像Dilta和努力士一樣 的關係 現在他都升格了 為自己獨立的一條線 所以質素也是有保證的 我們也要浸一下 先浸一下 好 好 我這個拿杯的姿勢 好像有點不對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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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幫我們倒酒 Eric 謝謝 給你們一些錶 看看 哇 今天有這麼多錶 好漂亮 以後我們盡量每個星期 都會 可以展示一次 我們既買到的錶 看得完 看得完 你這樣再轉一個圈 對 轉一轉右邊 右邊 對 找到大家 看到的 看到的 讓大家有些心理準備 好 我們以後 都盡量 一個禮拜 都開一次直播 因為太多人上來 多得大家支持 很多錶 我拍不完片 所以會用每個星期一次的直播 來跟大家分享一次 否則 我覺得會對不起記賣 推不及 真的 推不及 太多了 實在 Eric 我們先喝杯 好 好 大家看看 現在等人進來的時候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問我 我就回答一下問題 是的 在講到的錶之前 是的 CK 2000 Good Year 是的 2000 Good Year 是嗎? Eric 2000 Good Year 很漂亮的 我們 上來MWC 顧客 我腹床狼 每個人都很懂得走 所以我都不敢跟大家說 我也不敢 對 純粹分享一下 我只敢說錶 也不敢說酒 對 我這些懂得喝不懂得說 對 現在40 對 對 推過來 對 我看看把鏡頭再調高一點 可以看完整片 對 再調高一點 嘩 已經最高了 盡量等大家可以再 這樣已經最高了 因為再高了 我先看看 陣容頂盛 再展示陣容 嘩,很重 抬不起 對,很重 再展示陣容給大家看 有很多錶 這些都是今個星期 MWC新收到的 很多精品 對,很多精品 待會逐個說 最近的錶 升到瘋了 真的升得很誇張 跟得很貼 對 我去問那些 升得最瘋的盧力士 因為盧力士一月華加價 其實我問盧力士報價的 那些行價全部都不說 那些價錢 封了盤 不肯回答 所以很瘋 暫時 期負可居 對,先玩其他錶 但其他錶都升 好像浪格那些 又是吹到很行 說會起價 浪格又說以後只是專門店 不開AD 所以以後 浪格都不太可以找到貨 以後都好像PP 要去專門店才可以買到貨 所以都比較 惱惱一點 所以 為何我會開MWC來做記賣 就是因為現在越來越難買到錶 大家可能要為了一些錶款 可能要去買到一些配貨 那些配貨 你玩完一輪 不知道怎樣處理 Eric,你有沒有這樣的煩惱? 譬如有些錶你買完 不知道怎樣處理 有的 所謂俗稱的配貨豬頭骨 有時未必真的自己心水 但又不是差的 擺在這裏又浪費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真的不錯 你又可以trade到 又有些自動道合的朋友 會欣賞 是的 其實很多 最近上來寄賣的朋友 都跟我說 現在有些地方寄賣 其實都真的放心了很多 因為其實不止其他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以前我要去放錶 其實都真的很煩 你去那些錶譜放 又會被人壓架 害怕的 而且你不懂的 外面一定會壓你 你試試拿一隻IWC 譬如那些限量版大飛 拿去那裏 我們昨天先跟朋友聊 出去了那些都不懂的 你拿一隻 拿一隻頭筋去放 一萬多二萬元收 好像都不是看你的錶 漂亮不漂亮 而是斷兩呈 你的錶不夠重 捉金 很多收你貴一些 看金屬是漂亮不漂亮 拿一隻陶瓷 那些漂亮錶去放 然後他會說 一隻PVD PVD 鋼 這麼輕的鋼水 又不足 DLC 對 兩家東西給你收 真的很可憐 對 所以為什麼我會開NWC 就是有個地方可以給大家記賣 記賣的價格 你們要決定 就不會被人說要壓價 當然 價錢就是我們會給意見 但最後的決定權 都是你們的 所以我可以做到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 放標的平台給大家 不用擔心太多 亦不用擔心在街上治安不好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的治安多麼好 我不敢說什麼 現在治安都不錯 所以上來NWC 可以有一個很放心的環影 可以讓大家去做這件事 大家買錶的時候 都可以煩笑這件事 不用說買完這個錶 我很喜歡的 但是這個錶好像很難放 那怎麼辦呢 上來上來 我們幫你搞定 我看有些人都急不及待 在說York Master York Master 帕斯 急不及及待說Low 是啊 不過今天都有少量的Low 都有人放Low 不過今天我就不打算說太長了 我們要控制時間 現在說了十分鐘 我們以後每週總結的記賣直播 我打算是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內 我們便要遠 免得大家看得很累 這次我是比較早開 八點半開 看看大家的反應 因為我之前想晚一點開 都是怕大家說八點半還沒回家 或是吃飯 現在是不允許吃糖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時候我們便開早一點 看看反應如何 我們又可以早點回家 遲到那時 好像倒數那一晚 我回家 因為我住得比較遠 沒有Strettle Bus 我要坐的士 哇!的士都排了長龍 倒數就好 是啊 等了半小時才把的士回家 看看有沒有問題 先問 檔普 三次不好 檔普那些便不懂 檔普那些其實懂事 他便不懂事 檔普那些 檔普那些不是不懂事 最懂事的是檔普 他們是知道什麼價格的 但是他們是要炸傻 炸傻扮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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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你 炸傻扮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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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creators 煙扮懵 炸傻扮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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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消入了很多 是 炸傻扮懵 硬炸傻弦 故階里 盡量 炸傻 upward 这支SARS,有位师兄见过矽头帽,就拿上来记买 SARS的状况都非常好 拿上MWC记买的标,很多状况都非常好 因为很多买来士的标准都不大,用来供奉 这支很明显,应该是用来供奉的标 拉斯花纹,好像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 很漂亮 这支我未见过,是第一次上手 机卖价是206,800 这支有戴过的,但写Second有戴过 但戴得非常爱惜 但其实买到罗女士的,都不太理想 21年9月 21年9月,非常新 之前有个师兄问,是什么年份 Leo问SARS是什么年份 21年9月 有人问Batman现在升到什么价位 Karen,现在升到什么价位 陆女士,我不是很熟 没有Batman在这里 我来找一支标准给你看看 有人记买Batman? 不是,是新的,是新标 新标来的,好 价钱很难 好 你继续说一下 Batman,最近都升到 Batman 这个版带是新出的款 因为新机身的Batman 之前是先推出猪带 板带是之后再推出的版本 价钱是183,000元 这一支全新未戴过的Batman 183,000元 接下来 还有没有 SkyJeller 黑面是什么价钱 黑面的SkyJeller 这是黑面的SkyJeller 是什么价钱 21万 21万齐头 这是黑色的,是什么状况 黑色的 应该都是二手 因为我看到它已经换了一条RubberB 但这支SkyJeller 应该是有跟着钢带 之前的标主是换了一条RubberB 这个不是假带 这个真的是一条RubberB 应该送一条RubberB 21年3月 21年3月 如果有兴趣 左上角有一个电话 688-99616 可以WhatsApp 这个电话 有专人会回复你的 一条线 一条专线 一条专线 二线电话 接着有没有要求 想要带什么 没有就我选择 Batman珠带是什么价 珠带应该贵 珠带更便宜 珠带更便宜 暂时没有珠带 它纯粹问价 因为不是每一款款都有 要看看今个星期 有什么人带什么款 才有 如果有就有 如果没有的话 都没办法 始终这里不是做新标 而是做既买的 接着说哪一款 还有 再说完来事 这一款 这就是一款 07年 旧装金钢的submariner 这个价钱是108000元 这条带也是旧装带 07年的 这是旧装金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没有皇冠 6点钟 Swiss make 中间没有皇冠 就是旧装金钢的努力士 这个是旅圈的 这个不是陶磁圈 因为旧装 07年时没有陶磁圈 所以这个是 旅圈的 蓝色金钢 是旧装金钢 这个价钱是 108000元 对 108000元 对 108000元 陶磁圈的 不需要说太多 大家认识 接着 大白铲 大白铲 这款也是二手的大白铲 这个是旧装金钢 看到Swiss make 中间没有皇冠 所以这个是旧装金钢 新版的大白铲 这个价钱应该不算贵 10万元 这款价钱也不需要 状况也是非常新的 我看上去 那些拉丝 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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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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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真的怕有风险,其实买二手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你买二手,买回来是二手价 以后投资出去,不会说三手,不会说四手 都是二手 都是看状况 所以买二手的话,会输少一点 如果是分析,就像买车一样 买全新车,一落地就输不知多少% 但买二手,可能有五千公里也未有 买二手,落地就不用输 可能银了几个月,验了再出去,可能仍然是价格 随时平手 对,随时平手,车我不熟 我不熟 我不熟 不熟 听朋友说 直播不可以说粗口 是吗? 对,不要说那么多粗口,尽量不要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在这里 OK OK 是的 不好意思 对 对 对 親子教育 爸爸带着孩子 除了 以后也会有没有直播远键 有几个音节 例如D最初 G最初 就是直接不停不停 好 好 接着 有没有问题吗? 想问一下Black man Batman 应该Batman 对 Yu Benman Batman版18 百事版多少钱 我们暂时没有百事记买 你可以按inbox 6889-9616去问 Karen应该都可以回答 或者你去CORNO24参考那些价价都可以 先喝口酒 接下来说什么好 接下来由最多人看的 左的版的Dilta 这个也有很多人找的 左的版的Pelagos Pelagos是很多人找的 它是一种很工具标的潜水标 Black Blade不是工具标的潜水标 Black Blade是復古风格的潜水标 如果要找纯工具版的Dilta 唯有是Pelagos 这就是左的版 这个也算是那时的 那时的定位好像说是特别版 他说会限铲 那时是趋势 好像有说过一下 对 但其实就好像不是 但其实根本不是限铲 出到现在 出到五位数 标底有个数字 是指出产的第几个 那时候 那些人说趋势 出到9999 就停了 但现在出到五位数 都还在出引 所以我以后都说了 我不会再相信限铲 我只会相信限量 限量 number才是最可信的 这个状况也非常好 这就是Titanium的Pelagos 所以很轻身的 这个 除了Dilta 除了Black Bay之外 Pelagos 也是很多人找的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 2万9千元 很划算 3万元 3万元 2万9千元 有一只便宜些 这只便宜些 这只便宜些 还有一只便宜些 因为是100年 哦 即是年份便宜些 这只便宜些 这只便宜些 新一些 这只是21年 新很多 即是有几个月标 这只不怪不得知道 这只新 看自己想选哪只 如果是年份早些 那是多少 25,000元 25,000元 所以我们有两只Pelagos 左的 我手上这只新一些 29,000元 还有一个是25,000元 就是比较久一点 好 接着 我们用了多少时间? 22分 好,继续 接着我们说 两只Omega 刚好有两只Omega 一模一样 不同的 对 两只蓝圈银面的Omega 一只就是钢带 一只就是皮带 这两只 其实我有拍过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多些 就看我那条片 我纯粹告诉大家 是有两只全新的 价格 价格 分别是 519,000元 519,000元 皮带版的那只 是519,000元 钢带版这只 是514,000元 其实是 欠了2,000多元 2,000 我是否计算 2,100元 我计算 当然是钢带比较 只买一只钢带 你只买一只钢带 如果只买一只钢带 我计算是差不多1,000元 是要的 因为路律是1,000多 Omega 都差不多近1,000 这只钢带很漂亮 因为它是用361基深的 MoonWatch 那条带 当然是有些不同 但是各个扣造 用料 和打磨是一样的 这条钢带 其实是过量了很多 因为你看看 现在Omega的C Master 那些带 有大有笨重 现在这条带 其实是滴色了很多 我第一次看 是有点头重 脚轻的错觉 但其实戴上手 这条带 我自己试过戴上手 是很舒服的 买钢带 如果是买皮带 大家如果喜欢皮带 皮带都可以 54,000和51,900 买完钢带 想要皮带 就找你订制 订制 其实最精度 就是买钢带版 然后自己配皮带 换带很简单 如果真的不懂自己换 我帮你换也可以 这是三合一的计时 有Taki Meter 还有Taki Meter Taki Meter 和Palsation 和Tele Meter 測速、測距和測密度 三合一的计时 至于怎样看 看我的影片 不讲,是有段时间讲 柴狗哥有问题 不问 SkyGener 黑眼是圆什么带 现在展示给他看 是板带 板带 有珠带 三格带 是板带 是吗? 有珠带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暂时没什么特别 好,暂时没什么特别 好,接着说什么好呢 我们说一隻彩虹 彩虹 BALL 彩虹 Rainbow 这支彩虹 我想应该应该应该 这个球 大家看看 应该设计这支彩虹 很多人都说我经常在说贵标 现在真的有一只便宜标,很有特色 我想大家都听过,如果是跟Rainbow有关的 就是努力士的Rainbow 努力士的彩虹圈贵到什么样子 我也不想说,百几二百万 现在有一只波的便宜 都很有特色,每一个index都是七彩虹 黄色和六青男子都有 这个是钢带,也不是空心带 这个价钱是比较便宜的价钱 但它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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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拔的 是两边开的胡蝶扣 这个带很实际 差点扣错才有次序 大家看到这些胡蝶扣要小心 因为如果扣这些胡蝶扣,再扣这些胡蝶就花了 所以有次序 扣得很实际 很大力才能扣 一定不会脱 是的 大大只的,我带上手给大家看 今天我是带着43mm的大飞 如果最后有时间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大飞 这次我看到也有些大只的 戴上手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这些比较冷门的标,我就要戴上手 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样子 我154mm的手腕都贴手 将彩虹戴上手 这支波是多少钱呢? 看一看 12,000元 12,000元 很厉害,12,000元 卖一只彩虹 气灯 这是气灯,是有夜光的 所以这个气灯 据波的官方资料说 是可以穿25年,即25年仍然有光 所以可以便宜地买一只这么有趣的彩虹镖 接下来说什么 说Bell & Ross Skeleton 这支是BR05,好像没有记错 两支都是 有两支BR05,先说这支 因为这支是第一支出的 这支是最早期宣布说出BR05的一支Bell & Ross Skeleton 可以看到 摆轮转在表面上 挺有趣的 如果是Bell & Ross 会有三个是BR01,BR03和BR05 BR01就很大 45还是46mm 就不是每个人都大了 之后就出了BR03 小一点 43mm 之前也有两支BR03 今天就没有说BR03 但我们也有两支BR03 这支是最后 可能BR01,也看到了 大支Bell 大支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 最后就出了 这支最小的BR05 这支是40mm 乘乘40mm BR05 第一支 早已出的就是透底的 流胸Skeleton 鱼价价价价格 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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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5000元 连续台带价格很漂亮 之前我曾说过BR05 GMT 很多人都说连续台带很漂亮 这条带也是那条带 非常漂亮 这是很新的二手,$45,000 之后又出了一款Night Loom版的BR05 机身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款没有上链,是不懂得移动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有LOOM 是看到的 刚才的气灯,有没有可以看夜光? 应该未必可以,要很暗 要很暗,不懂得 其实可以的,我将它叉叉 然后,气灯应该不会 气灯叉不叉 都不够,不够 真的要很黑,可以有效果的气灯 可以试试关灯的 先叉叉电线 你试试关灯 你再把灯关灯关,再按这 这个 叉叉在这里 两个都要叉叉 叉叉物,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好,可以了 大家看夜光 要关灯外面灯,我想要 好 看到了 Baron Ross看到了 但是這個氣燈弱了少少 有了 Baron Ross贏了 這個反而弱了少少 氣燈也不可以這麼比 12000元 也有 好,開燈了 測試完畢 好,測試完畢了 好,開燈 所以Night Room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燈是幾個不一樣的 後面寫著限制的 500隻 500隻限制的限制 兩隻都是500隻 兩個都是限量 其實波都是限量的 波都是限量 限量多少隻 1,000隻 好 1,000隻 這是漂亮號碼 漂亮號碼 不要數出來 上次數號碼 上來上來 好東西 波這隻是12000元 12000元 這隻流空版是45000元 如果Night Room這隻 3.9000元 更便宜 這隻是3.9000元 大家不用問 新不新正 所有的錶其實都很新正 膠紙都沒有剪 膠紙都沒有剪 對 因為很多上來寄賣的錶 上來MMC寄賣的錶 全部都是很新正的錶 我們基本上太過殘舊 或者是沒有不齊紙的錶 我們基本上都沒有收 都沒有收 所以真的有保證 Eric 剛才你最喜歡哪隻錶 你發了那麼多的錶 我嗎 先讓你講一下 我忘記了 花多安練 剛才 沒有氣象後頭 剛才主要是LOW 我一般的LOW 對 LOW是 有人是對的 但我們不是很適合的 是的 我們這些是玩錶的 我窮 所以買不起 大家不說 其實我都很窮 你見到我設立MMC 是做Consignment 不做收錶 就知道我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去做收錶 又講一下故事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MMC 要做記賣呢 一來我沒有錢 二來 其實是 如果我是去做收錶 其實資金壓力會很大 變相其實是大家的損失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如果我是用錢來收錶 有很多錶 我會不會敢收 是的 我不知道怎樣去推 如果積了很多錶 我們這些資金就擲住了 我就不知道怎樣去營運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會做記賣呢 就是因為記賣沒有所謂 你有錶 你擺放就擺放 你賣不走 我最多給你 還有明買明賣 我覺得很公道 是的 所以其實這樣做 對於我們來說 資金或公司營運的靈活度 是比較大一點 而且這樣其實都很難 營運了三個月才剛好收支平衡 如果有留意我IG的朋友 剛剛我們就感謝在這裏工作的員工 我都送了兩部iPhone 送了一部iMac給我的員工 因為都很感謝他們 我的iMac是排外壞的 iMac真的送給員工 也不是的 是做事用的 送給員工是公司用的 是的 我老婆說 有一部這麼漂亮的iMac 我也想要 他可能是做事用的 不是 因為公司的電腦比較 有一部舊款的iMac 但美術部的同事 經常做事 搞到風雪糊糊聲 會很生氣 他幫我打字幕 或者幫我砌圖的時候 效能不夠 是的 要一兩秒才有反應 效率低 這樣就做一部M1給他 讓他做得更開心 做得更開心 做得更順暢 效率才高 當然 大家可以看到 我IG經常推出很漂亮的圖 就是那部美術部的同事 我們先給他掌聲 美術部的同事 是的 所以其實都很驚奇 我從2020年開始設立頻道 其實一開始 我只是玩玩一下 我當時是想著 沒有人用廣東話來設定頻道 當時是疫情 我失業 因為我正式不是做標 我其實不是標 我一開始是做其他事情 當時我自己喜歡標 我家裏有很多收藏 拿出來玩一下拍片 拍一下 看到大家都喜歡拍拍片 一拍拍一年幾兩年 拍完之後 看到大家好像都很成熟 可以成立一個community 試試開一間公司出來 真是建立一個實體的community 做了記賣 讓大家可以課源輪轉 是的 大家可以處理到一些標 我又可以幫大家做到一個購買售的matching 其實對於我們三方 其實都是有利的 我現在暫時的佣金 就是成交價10% 其實都不是很多 我其實都不是為了要賺大錢去做這件事 當然是會賺少少錢 但是就不多 我最主要都是讓大家可以開心 這裡又可以營運到 最重要的是我自肥 給我多些標 我自己有多些標 我又不用到處去借標 我只是拍你們記錶就可以搞定 頻道和公司可以營運下去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比較好的一個Solution 從話長有 是的 希望 現在so far 營運了三至四個月 看到反應都越來越好 大家都看到我的IG 基本上每天都有一兩隻標成交 多謝大家支持 好 先拍一下獎 什麼叫日亮金膠帶成分 大約什麼 日亮金膠帶 是什麼 不知道 Chillman 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是的 Chillman日亮金膠帶 這個讓他們再更新 Jason問有沒有浪夾看 有 給點耐性 有的 我們是不是有兩隻浪夾 是的 兩隻都 不是 一隻而已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一定有人喜歡浪夾 還有 有沒有評價 IG的Palmigiani 他上一個GT Series 上一個GT Series 如果是Palmigiani 上一個GT Series 我未上過手 但是 我IG的Palmigiani Tonda 兩針那隻 是我經常拿錶上來記購 還有經常跟我買錶的 一個MLC的戶客 借帶著上來 我就上手玩一下 嘩 那隻是毒的 比我想像中好 是的 比我想像中好 而且它的鋼帶 是很漂亮 再加上機身 都是非常之 基本上它未去到浪格打磨的程度 但無論如何都能拍到PP GT Series GT Series 是否就是這個 哪個GT Series GT Steel GT Series GT Series 那麽可能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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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可能是GT Series 那麽像GT Series 那麽計時的熊貓 那麽可能是相似的 但它是很簡約的兩針 不過我今天沒有在手 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 老套它那麽來拍片 它應該行 對,應該可以 對,我跟它很熟 它應該行 好,先喝一口紅酒 還有沒有問題 I saw the Bulgari Bulgari 是的,有 前後說 是 GMT 2 金鋼六幢Mbps 都可以傳回WhatsApp 去電話上 對,如果Freddy Home 想問GMT 金鋼六幢Mbps 其實都不用留言問我 如果你真的看到我這裏沒有意外 你又想知道就假的 可以直接測試 對,688-996-9616 688-996-9616 你直接問Karen就可以了 她會回答你 好,那我們繼續 40分鐘 我們要控制時間 快點 既然有人想問Buggeri 我就先問Buggeri 我們真的有一隻Buggeri的計時款 難免的 很薄 什麼都不用說 說Buggeri 不要說它 都是銷薄的 不要說它機身怎樣 我們首先看看厚度 薄得真是很誇張 這個是新款的Octofenissimo計時 所以它就 看到有三圈 但其實它不是時間秒針 計時分針和計時時針 它是很有趣的 右邊這個 大家看到有24 其實右邊這個 是24小時的顯示 其實這個標是有兩地時間功能的 下面6點這個圈 就是計時的分鐘 左邊這個圈 就是計時的小時 左邊這個是計時的分鐘 一個太陽的藍面 應該都看到是太陽面 那條帶就是這樣 應該都跟其他的 對,很典型的Buggeri 以及兩邊開的接口 這個沒有次序 這個就這樣拍實就可以了 這個價錢 我記得10萬也不用 9萬8個 這個這麼薄的計時 再加24小時的機身 9萬8個 非常新正 我覺得以後都不用說新不新正 沒有哪個是不新正的 你們說有特別篩選 我們有篩選的 但是真是九成的 MWC寄賣的客人 全部都是拿很新的標 即是Benz全部都是外標之人 甚至是全新的 有很多是 對,9萬8個 我看到可以更多 Karen,你有沒有那隻 你拿一隻Speedy Tuesday的過來 對,還未,還未,還未 等人 你拿一隻Speedy Tuesday 先說說其他 對,有客人 request浪架 好,先說一隻浪架 Eric,你一定知道這隻 Eric,你可否嘗嘗說 嘗嘗介紹 嘗嘗 突擊浪架 浪架 我真是 其實我想偷懶 我想偷懶 我害羞 我害羞 其實Eric說到,他害羞 嘗嘗 說這些 這隻浪架 很多人都很想要的浪架 為何這麼說 因為它是1815的小三針 1815是最HIT 1815已經是最HIT的一系列 這隻還要是小三針 再加白金 白金一定是給梅藥金多人要 因為二層 以及小三針 可能你一開始第一隻錶 就不需要那麼多功能 所以這隻錶 是一隻非常簡約 只要一隻錶 就可以配合所有場合 基本上你隨便可以 隨便可以 隨便可以 這是一隻很百搭的浪架 這隻是長期缺貨的 但是很感恩 在MWC 很多人都擺放一些大家都很想要的款 這隻是一隻二手的1815小三針 白金的款 非常新的 21年5月 我沒有記錯 是嗎 21年5月 這個價錢 17萬5千元 在哪裡找 現在浪架其實很難找 如果是截頭 不要說截頭多 是九折 你都已經要等三至四個月才可以到貨 現在有一隻現貨很新的二手 但這個第一隻網架的長輸 他只是... 他只是... 不是... 他這條帶有戴過一點 但他基本上櫃是非常新的 非常新的 那個價錢是17萬5千元 這隻是一隻二手 如果大家不想要戴二手 我第一隻浪架 想要全身 我們都會有一隻全身 所以Karen很聪慕地拿 浪格的价格非常熟悉 Karen拿着一款全新的贴纸 还未拆,这款真是全新的 也可以拆开这个贴纸,让人看看肤色卡 我要赞一下浪格的贴纸,很厉害 这款是Full Sticker的浪格 因为浪格的贴纸贴纸贴得非常漂亮 两只,右边是全新,左边是二手 相差的月份只有几个月 这是2021年5月的日期 右边电纸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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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格如果想买投投资,其实付出现非常良 大家可视 ужас Spe analyses 刚才我一开始直播,其实也说过 朗格现在是要把专门店化 即是要把AD全部踢走 现在全部都是要玩专门店的经营手法 基本上,它是想把自己拉到 好像PP的地位和玩法 所以如果现在你买到一只 Full Sticker的全新的标 你存起它,一定不会输 我保试你如果现在买这里的任何一只 一年之后,你会回到MWC,多谢我 因为我保证朗格的前景是非常好 全新的价钱也不用20万,199万 公价现在是20万4千元 我没记错 朗格的年产份量 跟大家说多一点,朗格的年产是限产5000只 因为朗格是全球5000只,不是什么地区 全球的产量只是每年的5000只 因为不是他不想做 而是他有二次组装的工序 再加上他那些很变态的QC 其实他们真的做不到这么多 而且Richmond 真的令朗格 真的令朗格还在保留独立制标厂的那种味道 所以其实它的产量比PPVC和AP 再加上现在,Omicron爆得很厉害 其实德国基本上,不知道会否又会再停一轮 因为之前疫情,朗格都已经停了一轮 所以如果看到现在有现货的朗格 再收拾一只,一定没有死出眼 我们还有一只朗格 既然刚才有人 request要说朗格 就还有一只 Sassonia Outside State 特系的大日历 还有小妖针 还有全玫瑰金 这一只是自动妥 是一只自动妥的 自动机身 这一只就是二手的 但是的状况 标放也是非常非常新的 大家看看条带是值不压的 其实没有怎样大过 这一只的价钱更漂亮 这个价钱是 16万 之前我直播其实有说过这一只 之前直播的价钱是15万 但是标注看到现在的价钱 升得那么 又将价钱调高 变到16万 所以就不是16万 15万 现在这一只的 买价就是16万 大家可以 看好就立即出手 所以大家上来MLC 有三只浪价给大家选 不要常常说买不到浪价 大家快点上来看 就有了 现在有三只 明天MLC 星期日 也开的 2022年MLC 也会开了星期日 所以大家明天可以 上来MLC 看 或者是觉得 我觉得马上要收拾一只 889 9616 直接联络Karen 看看能不能订好一只 还有什么标 有人问Pan Pan仔有没有小的MM 暂时没有 暂时应该有一只小的 有一只薄薄的P 等等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说 说了50分了 问Pan 01661 是否没有停 自动上链 这只是想问这只 是不是01661 应该 是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1661 这只是1661 对 对 就是这只 是否没有停 我都不知道 这只是没有停 我还没教过 撕开它 撕开它试一下 记住价钱 给它 看一看 撕开就没有价钱 这只的价钱是 8万2 这只 我们马上试试 先停秒 给我手上的那只 还有两只 这只本来不打算讨论 因为太多标 既然有人要求 就照说 有那只要不要 手上戴着 要不要气 不用了 太多了 不说太多了 没有气 这两只都是 在寄卖的 Panerai 这只带挺漂亮 不知道是否原装带 应该就 应该就 不是原装带 不是的 这个是顺势 是原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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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不是原装带 是原装带 如果你想要小一点 Panerai 是这只 这只超薄的 超薄的Lumina 这只的价钱 是4万5千元 如果想要薄一点 我们现在手上有这只 超薄的 好 接着这只大一点 是一只GMT 这个比较厚一点 这只 是 4万6千元 如果这只比较厚一点的 Lumina GMT 还有一个大日力 还有一个放大镜的日力 不过这个比较厚一点 好 没有停秒的 HAM 01661 没有停秒的 让我试试给大家看 好 这只我们大家试试 对呀 没有停秒的 没有的 不是 现在这个价格 是在教书GMT 还没停秒的 对呀 没有停秒的 对呀 还在走的 这个 远到最远都还在走的 所以这只 没有停秒的 这只是 又忘了多少钱 8万2 这只价钱 这只不是陶瓷 这是碳纤 大家看到那些纹 是碳纤纹 所以非常轻生的 这个价钱 就是8万2千元 好 刚刚有一个 Chill Man 又问你 玫瑰金 玫瑰金 刚好有一只 真是有一只 全新的 全新的朱古力 朱古力面 整只都是梅瑰金的朱古力 什么价钱 后面有价钱 对呀 这只是 什么时候寄买 不知道 后面 你看 所有都是寄买的 对呀 63万8千元 这只全只 好重 很聚首 实得得的 一只 朱古力 这只就是 63万8千元 那只 三只 三只 先 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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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只 我自己很喜欢 这只 大版的 Moonwatch 和 小版 Moonwatch 先说一只 小版 这只 CK2998 是手上链的 对呀 手上链的 Moonwatch 那只 161基深 一天 这只 只不过是 小版 39.5mm 这个是 小版 即是 Edway版 这个是 限量版的 蓝色的 熊猫 很多人 就 上来 问过 这只 有一个澳门的朋友 想要的 是的 有一个澳门的朋友 刚才就问 怎样去 Ship 去澳门 所以应该 趁它走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只 我猜不到 连蓝色 熊猫 还有 这只 这只 Speedy Tuesday 连这些 如此罕有的 东西 都可以 在MWC 出现 所以 多谢大家 对MWC 的信用 这只 价钱 就是 是 多少钱 我排在这里 6万9千元 6万9千元 是 一只 限量版的 蓝色的熊猫 很多人找 因为 Omega 除了 Snoopy 是蓝色的 Panner 就是这一只 很多人找不到 Snoopy 即是三代的Snoopy 就找 这一只 所以 6万9千元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我没有想到在香港可以看到 不是 没有想到在MWC 是没有想到在香港可以看到这一只 这一只是Speedy Tuesday 我有拍过影片 历史背景 我不说太多了 因为有段时间讲的 总之是 Omega 历史上第一只 即是Online发售的一只 我没有记错 在4小时 15分43秒 就 变成了 这就是第一代的Speedy Tuesday 限量是 2012只 因为是纪念 Hashtag Speedy Tuesday 是2012年出现的 所以是2012只 限量的 其实有所有最独特的Speedmaster元素 胶卜面 反红猫 还有 有一个立体的复古的Omega logo 连这个 针扣也是复古的 全新的 这一只 是全纪念的 即是所有全纪念都应该有的东西都在 这一只 11万5千元 这一只是炒款 我觉得是 计算Snoopy之后 最能炒的一只 Speedmaster 因为这一只刚出现时 其实是4万多元 然后 半年之后 一出货 就炒到 6万多元 2017年出现的 这一只表现 现在是4年之后 价格 就去到过了10万 所以就有一只是MWC全新的 好 接着有没有问题要回答一回答 有人问你 是不是你的A384放了吗? A384已经走了 但是 接下来我会陆陆续续放了我 现在手楼上的 不是限量板的表现 土款 是的 土款我会走了 因为我接下来想存下限量板 所以我断写你一下 2022年 Omega Blue of the Moon Blue of the Moon 即是很棒 Blue side of the Moon Blue side 其实不是 你的A384是一只全新的 可以帮它代订 是的 如果A34 哪个问 NN9 NN9的问题 如果A34 4万7千元 4万7千元 可以代订 帮你找一只全新的 A34 你可以 WhatsApp 688-99616 去问Karen 再提醒大家 我们除了做记卖之外 我们都会做代订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标想找的话 我们手楼上没有 我们可以帮你找 所以所有和标有关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帮你 搞定 所以 或者上来问 或者WhatsApp 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刚刚 Eddie 就问 Blue side of the Moon How much 先说一下价钱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价钱 8万5千6百元 8万5千6百元 这是全新的 全新拿上来记买 8万5千6百元 非常靓仔的一只 蓝陶瓷 很难找到一只蓝陶瓷 这个Blue side of the Moon 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 是纯粹的蓝面 这一只 是沙金面的Blue side of the Moon 看到是升闪闪的 所以这个 好像18Km的月亮 再配上星星 好像在星空 在星空底下 衬托下的月亮 非常漂亮 我自己 自己都很喜欢这一只 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都想拍一条影片 如果它未走 因为很多标在轮 所以我都要轮一轮 看看有没有缘分 可以拍到这一只 两个转盘 左边这个就是日期 再加秒针盘 看到那只秒针正在移动 右边这个就是 计时的小时加分针 都是同一个盘 所以其实它 一个盘就可以 搞定 计时的时 以及计时的分 大秒针当然是计时的秒 看看有没有可以按 有可以按 移动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只 很罕有的一只 Blue Sun of the Moon 不是常常可以看到 尤其是沙金面 价值是$85,600 好 看看 我们已经过了1个小时 既然刚才说完星空面 再说完这一只 隐石 这只隐石面 我下一条影片我会拍的 这只我都没有想到 会有人会放上来 MWC寄购 隐石面 在劳力士和Omega 大家看到了 在JLC的隐石面 应该是 想都没有想过 JLC 即即即即会有 一只隐石面 这只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2017年出的款 应该是JLC 只出过一次隐石面 就是这一次 就是2017年 它是出了两只隐石面 一只是白面配不秀钢 我手上这只 就是 灰面的隐石面 配这个 木桂金 我是很喜欢这只針 非常立体 很pop up 这只标的供价 是$19.8000 但既买那个人 是真的将价格设计 设计得很低 多少只 136,000元 差不多是7折 7折左右 很划算 这只我下一条影片 如果是 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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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贴纸 都未撕的 深度 NWC有很多货 就是完全未撕的贴纸 就拿上来记买的 是很罕有的 Random面的 JLC的隐石面 这个忘记了什么 Master Control Master Control 你很快 你好像拍了视频 我还未拍 我还未拍 我打算拍 下一条影片我会拍 我效率都未知 还是Master Calendar 可能是Master Calendar 应该是 有月相 即是有日期、星期、日期、月份和星期 好,接着 有没有问题要回答 这个50层 这个什么位 是不是 50层 那个是不是那个 50层 Mule Spec 我也想有 Mule Spec应该是 跟No Red 差不多都是 炒到天价 50层 我们暂时未有 可以试试帮你找一下 看看能否找到 但是渺茫 画面看到 示范有 金银 销邦 请问多少钱 阿迪 5 问的 是呀 说吧 说一下 Apple Eagle 这只 金钢 其实之前好像也说过 金钢的 是银面的 Alpine Eagle 基本上的配置 跟全钢的 都是41mm 再加英银面 罗马字 价钱 11万5千元 不用我多说 我拍过的影片 应该很多人都提过 很多人是因为我这条影片 才知道Alpine Eagle 有多漂亮 这只镜子 在镜头面前 你未必会感受到 但是你上手一看 其实是 很漂亮的 很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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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很喜欢 是呀 Eric 要我留给你 好挣扎呀 你要我 我不用你落 Eric 他昨天有上来看过 他也说很喜欢 他自己 都很喜欢 这只 不用多介绍 10万5千元 有一个全钢的 看不需要买 看完就是全钢 一次过说完 全钢是什么 灰面还是蓝面 灰面 灰面也罕有 明哥的就是蓝面 是 好 又是灰面 这只不是全新的 金钢是这只 金钢不是 但这只很划算 11万5千元 原价是17万多 是 是21年11月的 两个月 这么新? 是 OK 两个月标 这只叫做USED 名以上叫做二手 但实际上是全新的 基本上他没有带过 好 接着 有一只 这只真是全新 全新的一只 钢板 行面 这只的价钱是 八烂三的 这只 贵了 上年也说了 七字头 今年已经去到八字 消邦有加价 所以早买早香手 前买真的贵了几千 你拍完之后 每个人都去抢 希望真的关我事 你想想 他买一只钢的八万多 有金才是十一万多 是的 是值得玩的 是的 还有金钢是少货的 你可以出去 标铺看看 是的 如果是性价比来说 金钢这只是比较 二手的金钢也是 11万5千元 真的贵了少少 不是贵很多 接着 讲了多少 1小时零5分 好 有没有问题要说 全银毒的鱼 如果有8hz 8hz那只 十几 会贵的 会贵的 8hz有两款 8hz有一款是250 限量的 还有一款橙针是8只 我认识 有个师兄有买到橙针的 很厉害 香港真的有人搬了一款 这个我认识 全香港只有一款 好 接着 还有少少 讲完 有一款 江斯丹顿 一代的 oversease 这款我说过 一代的 35mm oversease 如果大家 喜欢 70年代 size 小小的 那些 因为35mm才是原汁原味的 oversease 因为一开始是很小的 没有现在那些那么大 现在那些是因为现代化了 才去到4字头 41.42 这里有一款 一代的黑面 oversease 价钱是 13万 降带 不过 现金的 马尔他十字带 这个是一代的那一条的带 十字的元素 就是bezo 如果大家喜欢玩古董味的东西 这款就好选择 状况都非常新正 以一款 几十年的标来说 这款是98年的标 98年标 好 補充了一些正东西 这款有昨天谈论过 那款有说过 好 讲一下今天新收的那些 这款是今天新收的 八爵Polo S 全只的魔鬼金版的 Chrono 非常之聚首 很真实料的 这款标 你拿上手你就知道 皮带 很聚首 很聚首 皮带已经是 这款不是Polo S 这款是Polo S Polo S是steel 这款是Polo 不是Polo S 讲习惯了Polo S 因为之前买过两款Polo S 这款它虽然是皮带 但是都非常重手 所以那些金是非常实心的金 是一款Chrono版的Polo 价钱是 18万 非常新的 我记得那个Date 应该都是 几个月 21年几个月 因为今天我才能收到 这款 所以 它是全身的 还全身的 这款全身的 9月 9月 21年9月 这款标 好像28万3千 28万3千 现在 记买价是18万 所以今天才拿来MWC记买 新的连续Date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上手 很新的一款 白雀的玫瑰金Polo 接着 这款也是今天新收的 一款AP的曼年历 Jules Audema 还是什么 不懂读多字 Jules Audema 这款是2004年的 是香港刊货 这款是2004年的Jules Audema 是一款AP的曼年历 所以 AP就不仅是Royal Auk 因为现在 每个人一提及AP Royal Auk 好像 就来当了AP的牌子 Royal Auk 但其实AP不仅是Royal Auk 它以前 也有推出过一些Dresswatch 这款也是一款 以前 比较旧款的Dresswatch 上手很好看 上手给大家看 我刚才上手了一次 適合你的手 適合 这些小小的 150克的手腕 戴你的手腕 很英俊的 AP的曼年历 记买价是$248,000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款应该是几个小时 我直播几个小时才收回 所以是很新的 AP曼年历 不是很新,是很新收到的 当然它也很新,标主也很喜欢标 上来记买的标主 全部都是非常石标之人 我觉得MWC的顾客很高质素 多谢你们 令到我笑起了很多烦恼 因为如果标狂广多 我又不想收 就很难做 好 接着 先说一下 蕭邦 蕭邦 差不多说完了 这一款是 很简单,很平衡,很素面的 一款Shopper 这款应该不是LUC 但大家看到它这么素 其实 整款都是白金 这款很多人 第一眼看起来 其实很小 这款应该是35-36 应该是35-36 我的手腕已经很小 戴上手 其实男女都可以戴的 男人 如果小手腕就可以了 大手腕可能会严小 但女装一定是对的 如果女生戴这款是漂亮的 一款很简单的三针再加6点钟日期 全款都是白金 大家猜猜多少钱 我觉得这款很划算 它不是做透底 它没有偷控减料 连底都是白金 价钱 这样 不是吧 35,000元买一款 全白金标 连底盖都是白金 所以这款我觉得很厉害 这款可以买到一款 这么实在的白金标 没有想过这些价格 没有想过 通常 今时今日 说到白金 可能都要说起码5-6万以上 但这款是35,000 重要是 状况那么新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款Shopat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总之是一款Shopat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是原装带 这是一款Shopat 都是Shopat 你看到这款带 也挺新的 35,000元 一款全白金的Shopat 接下来说完这款 洗手錶 哪一款大一款 Sene Sene 又是 不用我多介绍 Sene 我又很早期 你拍过影片 是,很多人都知道 Sene 全潜艇缸 很聚首 很重的一款 当然不会嫌它重 因为买得 U1 都一定喜欢它重 因为潜艇缸 潜艇缸 硬度这么高的金属 一定是重的 潜水深度是1000米 Made in Germany 不过 我都很老实 不是整款都Germany 它的机身是ETER机身 很实在的 总之是 它的Hawk和它的标 是Made in Germany 但是它的心是ETER 因为这个价钱 你不要期望自己买到一款 正宗得过的机身 不可能 所以 但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Made in Germany的造工 整支标是非常紮实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Sene U1 看我的影片 我拍过好几支 U1 这一款就是 最原本就是我拍过片 最正常的U1 这一款是最原早的 一出就是这款 是Tagiman的硬化表面 以及纳烛针针 红白纳烛针 这个价钱我记得1万6元 现在这款标价 因为太好买的关系 先加过几次价 现在如果去香港代理买 是全新的价钱 如果是超过2万元 这款基本上 都可以当全新的 因为刚刚记买过来 是贴纸还未撕 还有蓝色贴纸 贴纸 标注是没有带过的 基本上它买来 却贴不易玩 玩了几个月 就过来MWC 放 所以它是一款名义上的二手 实际上是全新的 一款U-1 它的价钱是16000元 非常值得买 如果想 便宜地看 买什么叫做Made in Germany 不知道看到Made in Germany 黑色字写着Made in Germany 买一款U-1 试试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Granseco? 也有的 Granseco 有两只Granseco 先讲讲这两只 有一只 是不是全新的? 这只是007 Born Edition 17年 17年 但应该是未用过的 用蓝色胶纸 大家不要期望印很新 因为这只已经停产了很久 这是之前007系列的版本 大家看看这一只 C Master 已经是上一代的C Master 这只叫做Born Edition的C Master 限量忘记了多少只 总之是 1000只 1000只的限量 一只Born Edition 现在最新的那只叫做No Time To Die 这一只叫做Born Edition 是上一只 007电影的那一只 多少只? 007 还有一只? 这只新一点 不用描述得这么辛苦 这只就是No Time To Die最新的007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代不同的C Master 300 这个是更新的那一代 这个是上一代的 上一代会有钢带 对 这条布带是这样的 它还跟着一条钢带 还有日力 新一代这只 因为它是走这个伏股风 所以就没有日力 价钱 这只是51,000 这只是58,000 这只是51,000 这只58,000 两只都是全新的 虽然Date可能是 比较旧 这只可能Date比较旧 但都是全新的 没有佩戴过的 一只51,000 一只58,000 两代不同的C Master 007 最后 Granseco 刚才有人问 Akia Cane Akia Cane 问有没有Granseco 有 有两只Granseco 在这里 这就是 24折力系列的小树 HIGH BEAT GMT 这只就是 打横的一些 类似 它的耳境就是 微风 微风面的 Breeze Breeze 这只就是停了产产的 Double Logo 酒红色面的 GMT 但这只不是HIGH BEAT 这是普通28,800的机身 这个是36,000的HIGH BEAT 两只不同风格的GMT 这只小树 就是 42,000的 这只 微风面的小树 就是42,000的 这只Double Logo 应该便宜一点 30,000 530 两只 Granseco的GMT 有没有 Day-Date 没有Day-Date 好似暂时仍未有Day-Date 放过来MWC 希望以后会有Day-Date 其实我都很想再说多一只Day-Date 好,最后最后 最后IWC 这是Tribute to 3705 没说错了 Tribute to 3705 一只Pilot 这只叫做Seretanium 是钛陶瓷 不知道是陶瓷钛还是钛陶瓷 瓷化钛 瓷花钛金属 那只是Black什么 Black Phleiger Black Phleiger 是非行镜 对 復合位在哪裏呢 就是这支时针 这支时针是长方形 那时那只都是限量的 90年那时也是限量的 这就是復合1990年那只Black Phleiger 那时的Black Phleiger 当然不是陶瓷 那时应该是PVD-Date 或者DLC-Date 现在这一只 都是Black 它是瓷化钛 所以整只枪架非常轻 以及Pilot 40mm 带上我的154mm手腕上 也是很机性的 这支是自家机心的 这支不是ETA机心 这是IWC新的机心 即和Mr.Protter的青铜Pilot是一样的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是很高的,超高的 8.8万 限量1000只 大家上去CRONO24,看这一支标 价钱已经是10万左右 但现在这支标注是全新的 这个标注是9成 我说全新,有人挑战了 9成新 9成9新 因为对于我来说,基本上等于全新 但名义上是二手,但没什么大 而且持化态也不会刮花 硬到这么高的一个物料 8万8只 大家可以 昨天有另外一个师兄说什么 是说Hamilton大过,大仙 是Hamilton的赛车手 是Hamilton的赛车手 是,FORM1的Hamilton 是带着这支标,去获取了杯子 他带着这支标,获取了奖后 IWC 之后才公布这支标 所以也有一个小故事 大家可以考虑 我觉得这支标都抢 这支标是没有的,在网上才有的 当然有的 我刚才带过了 我还没说完,只是吹我说 不用了,现在还有10分钟 慢慢探望板 我说一个半钟 不知道这支标到哪一支 先说到哪一支 街有吗? 是,街有的,但街的价钱是很贵的 起码9万多 他有专门店购买,不知是否他专门店购买 可能是这样 最后讲我自己的这款 这是Big Pilot 其实这款Big Pilot是我拍过视频 很多人都知道我有这款 为何会选择黑色呢? 因为Big Pilot就是要黑色 很简单 从5002开始出现就是黑色 那时50年代出现第一代55mm的Big Pilot就是黑色 那时是很简单的一个时分秒针 飞航标就是要这么简单 而且这款的夜光是连数字都有夜光 Big Crown 还有我想展示这条带 这条带不是原装 原装的带没那么漂亮 这条我自己订造的 所以戴上手是非常漂亮的 原装的一条太长 所以我订造了一条看 这条是什么,是牛皮 牛皮 你如果Big Pilot一定要出牛皮 如果不是牛皮,便不漂亮 而且一定要有锅锅锅 对 即是有味道才能盛裂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 原來你有牛喜歡牛 我未吃過,Carrie你吃過嗎? 元朗很出名,有一間牛歡喜 牛開心,牛歡喜 今天講完了,真的過半小時以外 目標達成 目標達成 有沒有收到電話? 有沒有WhatsApp? 有些,有些 有些來查詢,但通常都沒有那麼快 明天可能星期日,並不少人上來 明天開,明天開 明天開,明天不上來看標 因為之前幾次直播,其實都很熱烈 直播完後,第二天很多人問為何不開 10月31日直播完後 然後1月1日,為何不開 想上來看標 然後2號 幸好我們2號,星期日第一次開 上星期日第一次開 所以上星期日,我整天坐MWC 不斷說話 說到晚上沒有聲音 其實最好都是親身上來看 是的,其實上星期日會比較好些 有人問,這條帶很棒 請問哪裏訂購? 我在台灣一個網站那裏訂購 免得在幫人買廣告 你聯絡Karen 我跟Karen說說哪個網站 其實這些帶很難買到一條對 因為它由21mm收到18mm 又要迎合原裝的接扣 所以外面很難買到 而且這些接扣 這邊要特別短 一定是這樣 否則便會側在一旁 所以很難做 所以唯有訂購 這條帶不便宜 這條帶我都買了2千多元 很貴的 但值得 因為我真的喜歡這條錶 所以訂購一條漂亮的帶去配搭 錶也這麼貴 這條帶就不要省 Eric,你有甚麼想說嗎? 有甚麼突然 蕭邦 你最喜歡哪個錶? 蕭邦 你最喜歡蕭邦 蕭邦 其實蕭邦 其實蕭邦 蕭邦哪一隻 蕭邦有三隻 Airplane Eagle 蕭邦 蕭邦那隻 那隻留給你 你待會跟Karen下頂 不用六八八九九一樓 你直接跟Karen下頂 今天真的過半小時完了 我時間控制得非常好 好,看看還有沒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特別問題 我回答完便宜 免得這麼晚 一定要配搭酸菜 喜歡聽這些 黃標 太合金燒到齒吐齒 是的 都會燒的 那些規格的東西 上官網看很多 剛才這個錯過了 第一行嗎? 第二隻是甚麼 第一行第二隻? 糟了,我也不知道 第一行第二隻 就是那隻 Tribute to 3705 就是那隻 那隻 等於回答了問題 今天不錯 今天直播沒有甚麼意外 之前有很多意外 有,不然沒有電 不然斷網 是嗎? 是的 今天我還有一半電 所以以後 把直播控制一個半小時 是對的 倒數那次呢? 倒數那次便沒有電 到最後沒有電 當然了,兩個多小時 無疾而終 到最後一刻 即是跟我們第一次一樣 對,跟第一次一樣 所以OK 以後盡量把直播控制在這段時間 今天有200多人可以 下次再試試晚一點 看看對比一下人數 看看大家喜歡 晚一點 還是早一點 我們今晚完了 好,給點掌聲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陪了我們 一個半小時 上來看錶 上來看錶 下個星期 我們收到一些記錶 再跟大家去做直播 再總結一次 我尽量以后每个星期都和大家直播一次 我未定到哪一天,我还试试哪一天,大家的反应是最好 大家等我公布,我通常两三日前,我会公布下一次的直播 多谢大家,拜拜